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淺 又來到星期五的MELODY 一週all-in 今天星期都有好幾個課題 尤其是政治新聞方面 大家特別特別關注 首先邀請我們的時政專欄作者 孔維祥律師 哈嘍 孔維祥 早安 真神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那首先先來關注這個已經延燒了一陣子的新聞 因為近日我們看到高庭批准了控方要求撤銷了 護手下阿瑪萨希面對健康思維基金會資金案的47項控狀 控方向法庭提出了釋放但不等同無罪的DNA的申請 那可以跟我們先說一說什麼是DNA嗎 是的 所謂的DNA就是我釋放你 你已經不被控告了 但是不代表你無罪 因為這個案件還沒有審理完結 這意味著你在未來還是可以被提控的 如果總檢察署想要再提控你的話 當然總檢察署會不會再提控 就要看他有沒有掌握新的證據 或是調查官或者是各種方面的因素 導致他要不要再提起訴訟 所以這個是DNA 那相對於DNA 另外一種我們就叫DNA 意思就是釋放等於無罪 你因為無罪才被釋放 這個是通常在審理完整個案件之後 你才會得出這個宣判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無罪了 那當然你不能再因為同樣的行為 同樣的罪行再次被提控 這個是法律的基本 但是這一次Zahid被宣判DNA 其實是由像Jensen所說 是由主控官所申請 所以很多人抨擊司法 抨擊法官 把責任推卸給法官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根據我們的憲法 可以提控的人就只是檢察官 法官是不能提控的 警方是不能提控的 法官只負責審判 警官或者是反貪會委員 就是執法專員 他們只負責調查 所以這個是分權互相監督 大家試想一下 當主控官他不檢控了 他撤回他的控狀 代表我已經不要告這個人了 那法官只有審判權 他唯一的做法就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判DNA 另外一個判無罪釋放 也就是DNA 所以法官並沒有做錯 他是別無選擇之下 選擇了DNA 他已經捍衛了司法的底線 他並沒有直接給他無罪釋放 其實在前財政部長 也是前兵州首長 林冠英的案件之上 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林冠英他申請策案 但主控官他們同意了策案之後 也同樣要求DNA 可是法官却宣判了無罪釋放 所以林冠英現在是不可以 在因為洋房買便宜案被提控的 法官當時為什麼宣判無罪釋放 最大的差別跟扎西的案件是 林冠英當時還沒有表面罪成立 案件已經進行到一半 還在控方環節 控方也就是主控官 還在傳召證人 所以如果你傳召證人了一半 你這樣子宣判 你這樣子就要撤回 很明顯是對被告不公平的 因為你發現你不能贏了 很可能是因為你發現不能贏 你才要申請撤回 所以法官當時做出這個決定 不過林冠英當時那個決定 也引起很大的宣傳大波 因為主控官你提告一個人 你必須是掌握足夠的證據 在已經審核 考量了這些證據證人之後 你才做決定 不應該是倉促到一半 你才來撤回 那是浪費金錢浪費時間 也對被告人所不公的 也浪費了法官大人 寶貴的時間 所以扎西現在更引人疑慮的是 他比林冠英的案件更進一步 比之前任何DNA的案件 還要更嚴重 因為扎西是可以說 是類似案件裡面 第一位表面最成立之後 也就是主控官 已经完成他的舉證責任 已經說服法官 法官也同意證據是足夠的 宣判他表面最成立的 但還沒有判他有罪 因為還有一個辯方環節 扎西還可以自辯 還可以傳召自己的證人 來進行抗辯 所以現在是這個環節 扎西已經傳召了 自己的證人也傳召了很多位了 那你明明工作已經完成 你還這樣子要求撤回控撞 很明顯是與理不合的 所以這一個決定 一經報導之後 引起軒然大波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他創了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先例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代表著說 阿瑪莎希就先後擺脫了 兩個弊案的87項的控撞 那當然在方前有很多人在討論這個案件 討論這個事情 其中有一些說法就覺得說 阿瑪莎希被撤銷這個控撞的決定 跟這個團結政府有很大的關係 到底真的是這麼一回事嗎 稍微來我們繼續聊 守著Melody 我們繼續來看一看 阿瑪莎希的健康思維基金會的資金案的 47項的控撞被高庭批准撤銷 就是得到這個DNA的申請的批准了 那看到我們分析了這個DNA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一次Zahid被撤銷這個控撞的決定 會不會是跟這個團結政府有很大的關係呢 對於這個說法 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很多人誤解了總檢察長 就是主控官的頂投上司 可以有final say做最終決定的人 這個職位總檢察長 他並不是司法的一部分 他屬於行政的一部分 隸屬於首相署之下 也是由首相來委任的 首相勸告元首來進行委任 所以有這一重關係在 自然的就有瓜田里下的嫌疑 這是第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前首相納吉 在2014、2015、2016 當1MDB印碼公司的醜聞 在全世界傳得沸沸揚揚 在外國也提起各種訴訟的情況之下 當時的總檢察長阿班利 他宣布納吉是清白的 沒有涉案 當時的反對黨 當時的公民社會 當時的人民會如此生氣的原因 就在這裡 所以政府難辞急救了 他有沒有干預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句治理名言 就是公平公益公正 不應該只是做到 也要看到 因為你到底有做到沒有做到 我們很多時候是不知道的 像現在政府有沒有干預 我們是不知道的 除非你是首相肚子裡的回蟲 你是法律部長肚子裡的回蟲 沒有人是回蟲 所以沒有人可以知道 那我們就只能從我們看到的來判斷 那現在很明顯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決定 其實如果你說背叛表面最成立 也就是主控官完成責任之後 來撤毀案件 這也並非沒有先例 有一個但它不是属於這種貪污案件 是謀殺案 2017年金正男 也就是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哥哥 在馬來西亞被謀殺 當時就有兩位外國女子 被利用來進行謀殺 一位是印尼裔 一位是越南裔 她們也是在表面最成立之後 一位就是印尼這位City Aisha 表面最成立 她最後撤案 所以她可以回去印尼 然後越南的這位女士 段女士 她沒有撤案 可是她的控撞從謀殺 變成傷人罪 只要坐牢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回去了 這些都是 在馬來西亞被謀殺 表面最成立之後發生的事情 但是當時沒有引起 這麼大的宣傳大波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不應當的提供 老實講 在我職業生涯13年 我當律師也已經13年了 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子的案件 印象中也只有City Aisha 這一個案件而已 所以政府這樣子做 絕對會引起鋪天蓋地的 質疑跟批評 既然你做了這個決定 不管你有没有牵涉其中 但你的屬下 你的成員之一 你執政一方的成員之一 也是中檢查上 他是難吃幾句 所以現在公民社會的怒火 是非常之大的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或者是可以拿出怎樣的一些文件 證據等等的去證明 其實這個事情是公正公道的和邏輯性的嗎 有沒有任何東西就是可能 任何一個單位是可以拿出來做的 其實要解釋的就是中檢查書 像前律師公會主席 Ambiga 包括陸造福 他在面對極大的壓力之後 他說他尊重總檢查署的決定 不過要求總檢查署出來解釋 然後很多公民社會都非常生氣 也要求解釋 總檢查署也發了一個簡短文告 來捍衛自己的決定 但是就是很簡單 說我們已經考量過了 這是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 這很明顯是不能服眾的 包括主控官在法庭向法官所提起的 所謂十一項理由 這十一項理由也是不合邏輯的 很多都只是說 因為我們要研究證人的供詞 你要研究證人的供詞 是每一個案件都有的 如果因為這個原因就可以測案 那所有案件你都應該測的 任何有進入自變環節 有傳召證人的 你都要研究他的案件 所以這個決定老實說 是完全說不過去也不應當的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會這麼生氣的原因 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要求 總檢察署分權的原因 現在總檢察長 他又是政府的法律顧問 又是主控官 最大的主控官 所以這兩個權力 其實是有相重疊的 你竟然是倾向政府的 因為你是政府的法律顧問 代表你要保護政府的利益 但你是主控官 我們也會提告政府的人 像這次涉案的就是副首相 所以一直都要求 這一個職責要分割 我們之前在一週all in也有詳細的講解過 但是政府一直都說要改革這一點 包括從2018年西蒙第一次執政 就有提出這樣子的改革方案 但一直都是空雷不雨 只聞樓梯想而已 所以現在出現這樣子的情況 是一個巨大的倒退 回到納吉時代 就是只要你是政府官員 不管你做了多麼明目張膽 多麼明顯錯誤的事情 你看前首相納吉 現在也已經在服刑了 可是只要總檢察長說你無罪你就無罪 你甚至不用經過審判 所以總檢察長之前曾經被林吉祥抨擊為 馬來西亞最有權力的人 原因就在如此 因為只有他可以提告人 他決定不提告 那誰都不能提告 法官也不能提告 警方也不能提告 即便法官跟警方知道這個案件是證據確鑿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個扎西被釋放的問題所在 嗯 那這一次呢 Amazahid的這控裝被撤銷 不懂會對接下來的這個證據有怎樣的影響呢 那我們最明顯接下來看看就是這個 柔佛的這個雙補選啦 稍後來我們來跟進一下 守著Melody Melody 早上有意思 你好 我是Jason 了不正前 今天今天是Melody要做All-In 我們來進展的疫苗洗禁軍 在宏偉祥律師 宏律師你好 Jason你好 誰有聽眾早安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一下 就是這個柔佛雙補選 那這個普萊的國習還有新邦二南 周習的補選的投票呢 就很快就會到了 那這一個補選呢 就爆發了這個三角戰 那選情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還是個未知數 那目前這個三角戰 以你來說是怎麼看這個局勢 還會有怎樣的一個變化 或者是一個發展呢 這個提名之後 其實一開始我們就有分析過 這兩場補選嘛 西蒙或者是聯合政府一方 可以說是占盡優勢的 尤其是在國習 普萊國習這一方面 Salahuddin就是已經離世的 這位前部長 他在那一個區的威望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之前的多數票也是非常的多 西蒙拿了6萬票 國鎮拿了3萬票 國盟當時只有2萬票 現在西蒙跟國鎮聯手 他們的得票 如果從上一屆選舉來看 2022年的選舉 是接近10萬票的 對手只有2萬票 這個可以說是狂風扫落葉的情況 所以是佔據非常大的優勢 當然西蒙 他的優勢就低一點 因為他畢竟也是在慕尤丁的 這個影響力範圍之下 就是在大麻坡範圍之下 然後那邊的多數票也沒有這麼多 是8000票 西蒙對國盟跟國鎮都是6000多票 所以國鎮的票加起來其實會比西蒙多 所以西蒙看點就是國鎮可以幫西蒙拿到多少票來守下 但是西蒙加國鎮還是優勢稍微有領先的 因為雖然巫統現在已經很弱了 我們看六州州選也除了在深美蘭州 在其他州屬幾乎都是被殺的片甲不留 但是柔佛跟深美蘭州是一樣的 他是巫統的發源地 發源地就在柔佛 而且我們看回去之前的大選 即便巫統在其他州屬被殺的片甲不留 但是在柔佛州還是贏下可觀的席位的 然後前一次的州選 巫統也是大幅度勝出掌握三分之二的州一席 來繼續執政柔佛州 所以巫統跟西蒙的結合 雖然在新邦尔蘭 優勢沒有這麼大 但是還是有些稍稍優勢的 不過Jensen剛才在第二個講題的時候 結束前有提到 這一個莎西的決定 肯定會帶來兩個補選的衝擊 現在你叫我來看 在扎西的案件出現這麼樣重大的轉折之後 必然會中期中間選民 而這些中間選民很多都是改革派 開明派 本來都是西蒙的鐵桿支持者 他們雖然投不下給國盟 國盟可能更糟糕 可能更保守 可是國盟在對待扎西的這個課題之上 是更為堅定的 不管之前是慕尤丁做首相 還是沙比里做首相 他們都是堅定你扎西的案件 一定要審訊完結 包括在2022年大選之後要組成政府 慕尤丁前首相也是直接說 我們誰都可以合作 但是扎西不能合作 因為他的貪腐案件 所以他這一番說辭 也為自己树立了反貪腐的形象 現在就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所以中間派可能有一些會流去國盟 當然大部分還是投不下給國盟 因為保守 你比較保守 而且你能回教黨在一起 所以流向國盟的幅度並不會大 但是投票意願肯定會降低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就已經分析預測了 這一次周選的投票率 開明派的選民投票意願會進一步下探 而這個下探會衝擊聯合政府的選情 尤其在新邦Jeram 他之前只贏2000票 現在扎西的案件出現這樣子的爭議之後 我覺得國盟一黨在那裡可以說是領跑的 現在正在領跑的 很有機會攻下這一個州議席 至於國會議席 之前贏的實在是太多了 如果只算西蒙自己的選票也贏4萬票 加國政的選票贏了7萬票 你要拉回這個7萬 然後要贏下 沒有這麼容易 不過在扎西的案件之後 我覺得現在已經來到六四的情況了 西蒙能贏 我相信多數票也就1萬票左右了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的關注一下這個柔佛的雙補選 同時稍後來我們來看看 就是早前我們也在這個投票台戰地 有關注過好幾遍的 就說有一個大專演唱會的指南 當中有蠻多的一些羅生們 後來的說法是怎麼樣的呢 稍後來我們來聊一聊 守著Melody 我們繼續來看一看 就早前在這個社交媒體流傳的一個 所謂大專的演唱會指南 後來高教部又發出一些文告 說其實這個指南是處於建議的階段 作為大專院校 制定各自的指南 去給他們做參考的 我相信洪律師也有關注這個事情 所以從頭看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確實這個事情非常的讓人感到失望 因為我本身也是馬大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參與學運 所以在這個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就有聯繫上學弟妹們向他們了解這一個情況 高教部長說已經撤回或者是他不知情 並沒有通過 這樣子的說法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很遺憾的並不正確 大學的學運組織 其實他們已經寫信向馬大的校方確認 到底我們要不要遵守 到底你有没有收到 而校方的回應是確實有的 而你們要遵守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撤回的指令 而且網絡上謠傳 所謂沸沸揚揚的撤回 我去高教部的網站 去高教部的專頁 是找不到撤回的公告或者是聲明的 唯一他們所展示的那個聲明 我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就當他是真的吧 我也相信這些行動黨的議員 他們不敢偽造這個聲明 可是這個聲明是沒有公開流傳的 但我們不理這一點 我們去看他的內容 他裡面也沒有說Tarik Balik 就是撤回的字眼 他裡面只是說 Persedir Menye Mak Semula 意思是我準備檢討 只是準備而已 準備的意思就是我沒有做 我準備 然後檢討 檢討跟撤回是天差地遠的東西 當然最後高教部也出了一個公告 承認沒有撤回 承認已經交給各大學了 只是我現在下放全力給你們 你們可以制定自己的指南 每一間大學可以制定自己的指南 但是必須Rujo 就是依據或者是參考 我們高教部所頒布的指南 這樣子就是板上釘釘 你要推行這個指南 试問一下大學生自己制定指南 你叫他參考 他能做出比這個指南還寬鬆的 這些限制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指南裡面各種荒唐 男女分座 長頭髮的女生必須綁頭髮 表演者不可以有肢體碰觸 你握個手都不可以 更別說跳舞 你要有這種拉手的動作 都不可以 不可以站立 不可以穿短褲 這些這麼荒唐的限制 必然會滲入到大學裡面 所以這個決定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尤其是這個政府是打著開明旗幟 大家還記得嗎 六周周選的時候其中一個最熱烈討論的主題就是 你投反對黨你會沒有短褲可以穿 你就要男女分座了你就不能看演唱會了 那現在反而是政府一方自己推出這樣子的保守政策 這非常不應當 也是我們一直抨擊 你去跟保守競爭保守是死路一條 而且你一直說對抗綠潮 對抗綠潮 現在你自己先綠的 你綠的程度比綠潮還要大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應該要對抗你 所以政府做這一個決定是非常不恰当 也非常不應該 也違背了自己的路線 好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事件上面 當然很多人對有一個疑問說 其實真的有這個必要去出這個指南嗎 因為大學生他們其實都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他們也應該知道什麼是可以做 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可是現在呢 高加坡的說法是說 他們下放這個權力讓大專院校啊 他們自己去討論 自己去設自己的這個指南 然後呢 就他們可以找一些學生代表去談 你覺得這樣子的做法的可行性大嗎 有這個必要嗎 你要設定指南本身就是一個很不應當的事情 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 為什麼要特別設定一個指南來讓他們辦演唱會 只要不違法就可以了嘛 法律已經在那邊 大家請思考一下 有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家長會認為 大學生就是去讀書的 所以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大學不只是去讀書 它是讓你來過渡到社會的一個程序 所以它不只是大學也要讓你可以融入社會 那融入社會你就要有這些組織能力 你就要有這些辦活動的能力 所以不要再說謊了 直接撤回這種潛制人身自由 潛制大栓生的創意的這種行為 因為看到很多的學生組織呢 他們其實有說要籌款啊 然後又走這個司法的程序等等啦 然後越來越多的這個學生團體呢 就聯合起來想做這個事情的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真的是可以跟這一個這樣子的指令來抗衡嗎 你覺得 其實法庭現在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在法庭有一個司法檢討 之前我們也講解過 司法檢討就是檢討政府 不符合邏輯或不正確的決定 所以大學生絕對是有權利去提起這個訴訟啦 但是我們都知道大學生的資源是很匮乏的 也沒有什麼錢 所以他們要向外籌款 希望大家可以支助他們 讓他們去對抗這個霸權 他們是雞蛋啊 他們對抗的是高強啊 所以這個雞蛋是義無反顧的去對抗高強 我們應該給他支持 而且他這個對抗的行為是對你我也有利的 因為這個指南並不只是對大學生而已 未來必然會拓展 對大學生是錯的 對社會同樣也是錯的 不要去默默的接受 你一接受那永遠你就回不了頭了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來關注這個事件 到底會有怎樣的發展 那今天在Melody一週all in 也謝謝洪律師的分享 謝謝 我們要不要去 我們怎麼做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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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